對不住 剛才又是有些技術上的困難 我是解決不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解決不了之後 自動關機之後我就開回來 繼續 希望我們的監製 阿肥仔能夠和我們接回來 好了 講完鬼的揭露語之後 我們又講講其他的刺頭語 譬如說 我們經常講講放飛機 在普通話裡說 叫做放白鴿 放飛機的意思是 失弱爽弱 或者故意地 使得這個帳戶成立 或者不會參與 就好像一架飛機一樣 出聲飛過去 北方就叫做放白鴿 我覺得放飛機 比較 衣掌 是 深厚很多 挺有趣味的 放飛機之緣 我們講講 日常生活裡面 經常講說 床下底破柴 或者床下底 吹燒 或者床下底 吹喇 那床下底 破柴 先 就這麼高 這麼大 因為床下底 有個高度 這個高度 是 那床下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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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南方的床 北方的床 坑 就 有火 不是這麼容易 進去 放下底 那破柴呢 那個高度 限制了你 那個動作 於是 你那些柴 都有限高度 就破到 因為你舉起個褲 你只可以破到 那個柴 所以床下底下 那床下底下 另外一個 暗語 或者它的 meaning 就是 這麼高 這麼大 大家這麼高 這麼大 大家這麼高 這麼矮 你不高 我又不高 床下底吹喇 或者床下底吹燒 這個 有一個 暗語 就是 低聲下氣 如果 床下底 居於一個 這樣 隱蔽的地方 而搞音樂呢 你是不是 要搞到 很小聲呢 吹都吹不響呢 吹到響 都聽不到 所以床下底吹燒呢 的 結合呢 就是 低聲下氣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呢 就講到 另外一個 講床下的 呃 呃 就叫樹大有夫之 俗大有乞兒 俗大有乞兒 或者叫俗大有乞兒 那意思就說呢 如果呢 一個大的組織呢 裡面必有一些呢 呃 不良分子 那事實呢 這個是 一個社會的 觀察 來的 不會沒有的 好像樹大大了呢 僅有一兩個夫之呢 是 出現 俗大呢 那個 那個 家庭大呢 多姿葉呢 多兄弟 多叔伯呢 就 樹大夫之 就俗大 一定有個人 做客人 咦 是信口尿來的 那麥奇 那 那一種呢 表達大的組織裡面呢 有壞分子 是在所不免了 那 那 講到發生呢 港府說呢 有一句呢 叫做 佛都有火 佛呢 為什麽呢 是修煉而成的 應該呢 他平心靜氣呢 就 完全沒有了火氣了 是樣樣看得化的 那樣樣都覺得呢 都是 這樣而已 那 那這個人生觀呢 是 成佛的人呢 或者是 悟佛的人呢 都應該 有的 那 但如果講到 那個佛 有件事 使得那個佛 都有火 那 發脾氣呢 即是說呢 這件事都相當 結了 結了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一個修養 那麽好 現在 現在講話 IQ EQ 那麽高的人 都能夠呢 被你激到發火 脾氣 脾氣 那 那 這個呢 這件事都 非 非同小可 都是很大的 用法的 來到去 遙捨 法都有火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 經常用的呢 就叫做 老貓消數 老貓呢 老貓呢 真是很棒的 非常聰明的 非常懂 規矩的 一種呢 描寫 不一定是老貓 人都是這隻老貓 是非常機靈的 那居然呢 它最寶貴的那條 那條數呢 或者那些數呢 都被消去 那證明呢 或者說明呢 這件事呢 都 不小了 連呢 那麽老江湖 那麽精靈的老貓呢 都可以 是虧 或者自己呢 自命為一個呢 非常之機靈的人 在這件事裏面 居然都吃了虧 居然呢 都 好像老貓那樣 那條數都被人燒了 貓為什麽 保貴自己的那個 嘴上生出來的數呢 是原因的 因爲呢 貓呢 這隻的鬚 那個長度呢 就剛好是它那個 整個頭的長度 即是說呢 它這個是一個試探的工具 如果貓的鬚過得到 那個洞 那個寬度 它的頭呢 就能進去的了 它的頭進去呢 即是它身就能進去 那它在試探著呢 量度著呢 它能不能進入去一個這樣的環境的時候呢 它是用它的鬚 來做一個指導 探路 那所以對它來說呢 貓鬚呢 很重要 在它的 整個身體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這個不能夠燒的 一定要保存得很好 而被燒到呢 那就是說這件事都相當 貓都保不到自己最重要的工具 或者講到呢 這個老江湖呢 居然呢 疏忽到呢 而最重要的工具呢 保護到 那如果呢 用另外一個說話說 動物呢 除了老貓之外呢 就有老牛 譬如呢 中國成語裡有一句叫做 對牛彈琴 即是說呢 它都不懂音樂 心律的 你對它彈琴呢 等於呢 它 耳邊風而已 它都不知道你 彈什麼 這個成語 對牛彈琴 但是呢 港府下呢 有另外一個描寫 叫做 拉牛上樹 牛呢 很大身軀 你拉它過河呢 都很吃力 而牛呢 是基本上 基本上是 不能夠爬上樹 因為它不是炮啊 不是那麼機靈啊 不是貓啊 甚至狗呢 都很難爬上樹 貓啊 貓啊 貓科動物呢 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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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很擅長爬上樹 那如果 要引到一隻牛 過河 都這麼大力量 何況 你拉一隻牛 上一棵樹 那它不是爬樹的種類 怎麼可以呢 描寫一個很困難的任務 很困難的工作 那 也可能是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是沒有可能的工作 是拉牛上樹 就算拉到 都是廢盡 九牛二虎之力 九牛二虎也是一個 宴魚 用了九隻牛 兩隻老虎的力量 都拖不動 都相當大的力量 那時候不會說 用幾多個 公噸啊 或者幾多個 能量的單位呢 來描寫 都是農業社會呢 用牛 和虎 牛是一個萬力 很大力的 拉牛上樹呢 就有這個意思 那另外一個上樹呢 大家都聽過 就是說 豬那會上樹 豬那呢 就是豬的 女性 怎麼會上樹呢 豬呢 都不是一個擅長 爬樹的動物 也是在地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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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 很 很淪盡的一種呢 動物 那現在呢 要豬那上樹 上這樹 改變它生活的習慣 那這個呢 還要哄它 哄的意思就是呢 用語言或者用物品呢 去令它 自動自覺地去爬上樹 那這個呢 也是 相當困難的 一個困難動作 那 應用這個 揭露語的時候呢 通常說 唉 你被你哄到豬那都上樹了 就是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一個不可能 完成的任務 都給你把嘴 講到成功 哄到它 完成的工作 那這個 豬呢 豬那呢 在你的甜言物語底下 居然 都爬上樹 那這個呢 就是 一個這樣的 誇張式的描寫 你的語言呢 真是厲害 哄到豬那都會上樹 講到呢 用動物呢 也有很多 譬如說有一個呢 叫做 開龍雀 這個 雀的鳥呢 就 把龍 把龍 然後呢 他在裡面都要逼著 聽蟲的主人的 討好主人的歡心 會唱 這叫做呢 为之着醋 但是如果你的鸟笼开了 他会更加开心 于是你会过一曲 或者多些声气 所以描写一些人 高高兴兴的时候 或者情不自禁的时候 很多人说 尤其是中国人 一高兴就吵架 习声太多 你看看很多 没什么受过教育 文明进度不高的人 你都不懂得守安静 当然很高兴的时候 随着心情就大声说话 大声表达自己 让人家不知道他这样 这些我们为之开龙雀 好像一个龙的门开了 这个雀很高兴 争的叫 争的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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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tre 另一個關於動物的 切牛羽有一個叫做兩頭蛇 這個世界有沒有兩頭蛇 有 很多時候都發現 這些是怪胎 人類都可能生了兩個頭的寶寶 其實兩顆精子在那個卵裡 不能夠正常的壞到人 蛇也可能有這樣的怪胎 這樣生了兩個頭的蛇 兩個頭的蛇 仍然兩個嘴巴都是動動 都會吐信 這麼奇怪 但是因為蛇本身在人類的社會裡 感受到它是一個奸險 是一個敵人 它不聲不聲 在你的腳上咬一口 如果它是有毒的 你都命不久矣 命可堪矣 所以一般來說 對蛇的印象是不好的 不過我有機會會詳細地說 蛇也有它的好的聲譽 好的象征 不過現在 這裡說兩頭蛇 就是一個不好的象征 就是呢 這種這樣的奸險動物呢 兩邊 它都奉承的 是 它是對的 不是 它是對的 還要看那時候的風頭火勢 就是 爺死就有得吃 那死 也沒有死 又有得吃 它是做到這樣的狀態 兩邊的肚 沒骨氣 沒有它的所蹤 也沒有對自己的信任 這種呢 這樣的性格呢 就為之兩頭蛇 是一個貶詞 是在罵人的 不是一個 說它是機靈的 兩邊都搞通的人 或者 我們大陸叫長流草 哪邊風吹呢 就放在哪邊 這個呢 現在社會呢 維利士圖社會呢 更加多 兩頭蛇 好了 另外一個呢 我們經常聽到的揭露言呢 就是為之 呱羊頭 賣狗肉 很多地方呢 都是不准 都可以吃的 因為呢 在現代社會呢 狗呢 就已經是成為了一種家畜 而且呢 這種家畜呢 是很忠心 很受主人的愛護 而且呢 狗呢 它有個天性呢 是保護主人 憤不顧身 所以它呢 兩舉外開門口呢 真的一絕的了 這個這樣 狗和人之間的關係呢 這個友善的關係呢 恐怕呢 在食器時代呢 新食器時代已經 存在的了 就是說 狗是成為了人 成萬年以上的朋友 那所以呢 很多人是不捨得吃狗的 是覺得宰殺它呢 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那但是呢 聽聞 我就很怕吃狗 見到 聽到 都腳軟 嘩 那個味道呢 尤其燜呢 是相當之和味的 所以 狗肉 滾三滾 神仙就站不穩了 神仙都聽 聞到呢 都不見 都 給這些香肉呢 使得它 漏了口水 那我不知道呢 我又不敢去聞 又不問過 但是呢 掛羊頭意思呢 就是說呢 用了另一種的動物 就做了招牌 招來 實際上呢 暗底那呢 就是 賣著 違法的狗肉 因為以前呢 的 屠宰呢 就不是好像 現在這麼衛生呢 在一個 衛生情況的劏房底下做 很多時候呢 是在膠 在家裏 或者在那些 宰動物的 屠房裏面做 那呢 做完之後呢 就將那個動物呢 奈何呢 賣著 狗肉的人呢 沒有將狗頭 或者甚至乎有時候呢 很多人 不想見到的 就掛出來 於是乎呢 就用了一個羊的頭呢 掛出來 那實際後面呢 就在賣著狗肉 那這種這樣的經營方式呢 也會被人看穿了之後 掛了羊頭呢 就表示是 不當口賣狗肉 就用了這個方式呢 來到去呢 欺騙著人 但是有些人 願意地欺騙 這麼有趣 那也有一個意思就是呢 所做出來的事 並不是真實 只不過虛放一招 或者是一種呢 掩殖 而實際上呢 是在做另外一些事情 那你就為之 掛羊頭 就賣狗肉了 那另外呢 我又想起一個呢 叫做 大石窄死鞋 這個就是和動物有關 鞋呢 就在 這個海邊的山上 石灘上的橫行 那怎樣呢 使得它 揪琴呢 很多事情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 找個大石呢 更重量呢 扎住它 等它撲開不起來呢 它只有呢 就很靜靜地呢 就 捕在大石下面 不能夠動 那大石呢 就扎住這鞋 甚至乎呢 有時候的石帶在頭呢 扎死一鞋 起碼呢 扎到緊緊 就是緊緊的廣東話 都叫做扎死的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用了一種 無大無上的權威 使得呢 你動不得其正 你好像那隻鞋一樣 比較大石 扎住 不能動 很多時候 在廣東話裡面呢 就是 我都不得其正 我不能夠自由地 暢順地工作 或者 你行我的任務 因為呢 有一個大石 扎住我 騙到我一頭不過去 我自己都保障不到自己 一種強硬 一種強迫 這種這樣的行為呢 就是 可以描寫為 大石 扎死鞋 那說到鞋 大家呢 有一句成語呢 都幾有趣 叫做 倒捨羅鞋 你知道呢 買鞋呢 通常呢 都是 一拖拖 找那些竹滅呢 編成拖 然後呢 就 撐住鞋呢 就撐住鞋 因為呢 你撐住鞋呢 抽住鞋呢 死鞋呢 就真是 牙煙了 很容易呢 它含有一些 病毒 吃了會餓的 那就一定要新鮮 新鮮的鞋呢 有一種東西 不行的 就是 它的鋼啊 就是那個鞋呢 是會 鉗住人的 鉗住人的 因為它不放 因為它自衛的本領 那你知道呢 蟹那個鞋呢 鉗死你呢 你很痛的嘛 於是呢 之後放了它呢 那生蟹有個龍頭 在龍頭呢 動不得其正 是吧 沒有得 沒有得活動 就是蟹講呢 也不能夠施展出來 那所以呢 那些呢 用 一螺螺呢 來去裝成這些蟹呢 就成為雜貨 那如果大的螺 裝很多螺 而這個螺呢 打射了 那些蟹呢 從那個螺口呢 就 逃跑出來 一逃跑出來 蟹是橫行的 因為它的身體結構呢 就是它是 打橫行的 它不是打橫行的 它那些蟹腳呢 全部洗都會滑走 那各有各走的時候呢 真的你都不知道捉到哪隻蟹 就會 製造成一個 混沌混亂的狀態 所以呢 那些蟹呢 倒打捨螺蟹 倒捨了一螺蟹落地 一蟹四圍 奔馳 四圍走 四圍喘洞 就變成了呢 是一個很亂的局面 他說這個局面呢 很亂 就是用打捨螺蟹 來面捨 那說起賣蟹呢 就不能不講呢 另外一個成語 叫做賣魚佬洗身 賣魚佬洗身呢 就是 魚呢 接觸海產呢 一 有海產呢 就有一種強烈的 所謂 我們叫做 腥味 魚腥 那如果賣魚佬洗身 乾淨了 就即是呢 身裡頭沒有泥 腥味 沒有了所有的魚的腥味 那剛剛 配合了一個呢 廣東的俗話 沒有了聲氣 這個聲本來是聲音的聲 就不是聲臭的聲 但是呢 同音呢 就 借用了 賣魚佬洗身呢 就沒有來聲氣 沒有來聲氣的話呢 這個人呢 沒有了消息 有些聲氣 這個意思呢 廣東人就是說呢 有些消息 什麼聲氣啊 有什麼 最近有什麼消息啊 他不會用消息這兩個字 是用聲氣 那說到 那說到 煮東西吃 買海鮮的煮東西吃 煮東西吃的有很多 蝦肉煮的 譬如說呢 我們日常講呢 煲電話粥 其實這個煮粥 其實這個煮粥 這兩個字呢 就是一個借用的 講很長的電話 講非常久呢 就好像在煮粥那樣 是要 需要一段長時間 所以呢 這個長時間的 講電話的過程呢 那些人呢 又叫它做 煮粥 那煮什麼粥呢 它不是在煮 鹽魚 不是在煮這個 瘦肉皮蛋粥 又不是在煮這個 狀元合體粥 是在煮這個 電話粥 是用了這個比喻 那都幾合切的 一個比喻 煮電話粥 它又不會說 燜電話粉的 因為呢 燜粉啊 煮飯呢 都不夠煮粥之內 這個是講廣東的粥 不是講潮州 潮州的粥就容易很多 就省時很多 另外呢 我們經常講 窮到窿 窮到窿呢 為什麼呢 吊起了沙煲 沙煲呢 是近時呢 煮飯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電飯煲的 也未發明 中間一段時候呢 就用了 梯煲 後來說梯煲呢 就經過熱的處理呢 它釋放了一些致癌物質呢 不好 沒有取消了 雅煲呢 是好的 但是呢 容易打爛 而且呢 現在放在 現在的火上高呢 也不是一個榮子 很容易煲裂的 煲到它有條紋在裏 那所以呢 我們 現在說的那個 吊起沙煲呢 就是當年的雅煲 但是那時候沒有這麼多發明呢 就是雅煲呢 最安全 和最實用的 一種煮飯工具 吊起了沙煲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沒有飯開 想 開飯 就要下米 就用一個沙煲呢 來煮食熟飯 奈何呢 現在錢都沒有 沒有錢買米 那呢 逼著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呢 就要 用一個名詞去 尿寫 或者用一個動詞 吊起這個沙煲 沒有用它 沙煲不用得了 沒有用 間接說自己呢 是沒有錢的 連少少的糧食都沒有 是一個很慘的情況 那 打碗沙煲 問到 督呢 也是一個廣東的 鐵樓語 或者成語 里語 那本來 為什麼會問到讀呢 這個問字呢 這個問字呢 本來呢 是一條裂痕的 同音 是 學字 學 學生學 沒有了一個子字 下面是個玉字 補個玉字上 這個字 很少用 但是呢 是一個問字 是一個問字 音的問 跟詢問的問的同音 那 打碗沙盆之後呢 這個 用沙 用泥做的 鞋 一盆 它的傷痕呢 就是一條很長的裂痕 這條裂痕叫做紋 這條裂痕呢 就由頂 一路裂到去底 所以打碗沙盆呢 這條裂痕 這條文 就由頭 去到尾了 所以叫做打碗沙盆 文裂痕 到篤 但因為這個文字 剛才我講了 是跟 詢問的文 同音 於是乎呢 也借了我們 打碗一個沙盆 問到篤 好像將一件事情 問到究竟 問到最後最後的原因 問得這麼詳細 就為之 問到篤 借了沙盆的裂痕 叫做問 與詢問的問同音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 廣東尼語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 一個學問來的 大家呢 雖然不懂得寫個文字 但是呢 知道原來源 究竟是沒有了意思的 另外呢 在講到這些沙盆 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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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賊余 叫賊佬 叫賊佬 是沙盆 聽到賊佬 是沙盆 沙盆 就不知道 裡面的虛虛實實 又不知道有沒有 CCCTV拍攝著 於是 他就試一下沙盆 打爛 發出聲響 看看呢 能不能夠驚動到呢 裡面的註言 如果驚動不到 大家睡著覺 或者是 家裡又沒有人 那 賊佬 試了沙盆 之後呢 沒有反應呢 自然呢 他放膽呢 進去偷切 那 所以呢 賊佬試沙盆 就是一種呢 試探的意思 用一些小事 來試探別人的反應 那 這種這樣的行為呢 借賊佬的常常用的伎倆呢 就變成呢 一個 宴遇了 一個 嘗試 一個 考驗 就是賊佬試沙盆 又有一句說話呢 說 十個 沙盆 就九個蓋 或者十個 汽水瓶 就 九個蓋 都有人說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是不夠用的 你只有九個蓋 怎麼蓋了十個瓶呢 十個沙煲呢 不可能 有時候呢 甚至乎呢 是十個沙煲裡面 只有八個蓋 七個蓋都沒有 蓋不完呢 怎麼樣呢 希望呢 希望呢 蓋蓋人呢 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力量 來補回 這個 不足 很多時候呢 你去打工呢 或者去一間公司呢 工作呢 明明有十個蓋 那老闆呢 都不會給你 意思就是呢 他要運用試探 你的能力 能不能夠呢 在九個蓋裡面呢 應酬足十個鍋 一定要走多一步 一定要做多點東西 一定要想辦法 來克服這個困難 有時候呢 有些事情呢 是 九個蓋呢 是 真的缺一個 就缺一個 是做不出 怎樣的能力 底下 都不能夠補償到十個沙煲 這個要求 所以呢 如果閣下正在打工呢 必定呢 要 了解 你老闆怎麼樣呢 運用這個 十個沙煲 九個蓋 或者八個蓋呢 你都去應用你 他賺呢 就賺那些了 這句 廁後院也是有這樣的 含意出來 那 講到食呢 另外一句 講苦話的 帖留語呢 講一下 這個 鬼吃湯圓 鬼呢 就不會吃湯圓的 或者有時候呢 叫做 不要聽叫做 盲公吃湯圓 就不是在抵毀 失明人士 不過他有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他後面的 潛台詞呢 就是 心中有數 他一邊吃呢 一邊知道自己 雖然沒有看到是吃了幾隻 但是感受到呢 自己呢 是吃了一些 湯圓 而這 吃了幾隻呢 心裡頭呢 告訴自己聽 因為經過那個口 那很多時候呢 做事呢 做人呢 很多人不說出聲 不說出聲呢 只要你心中有數 就可以了 知道了 所以呢 也不用說出聲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就用這句說話 叫做 鬼吃湯圓 或者盲風吃湯圓 那正我又說的沙煲呢 又有所謂倒吊沙煲呢 那倒吊者就是說呢 倒吊都沒有滴米呢 倒吊了就是 地心吸力會吸那些 煲裡頭的東西出來 那裡頭什麼都沒有 一滴水都沒有 一粒米都沒有 一滴都沒有 那就為之倒吊了沙煲 窮到洞了 有一句呢 相同的 但是呢 就不是說食物 是說知識 他說呢 叫做 倒吊都沒有滴米水 哈 真是 無論你用毛筆 或者鋼筆 原子筆不行 原筆不行 原筆不行 是要有墨水 那你倒吊的時候呢 尤其是毛筆呢 佔了它的墨水呢 會可能會被地心吸引呢 滴了出來 倒吊沒有滴米水 那意思就是說呢 那人呢 根本沒有 沒有知識 沒有學問 你怎麼樣呢 炸它出來 都炸不到半分 知識力了 知識出來的力 所以呢 然後呢 就用了這個 倒吊 都沒有滴米水 墨水呢 表現出一個 知識 代表知識 的前台詞 所以你為之 倒吊都沒有滴米水 那沒有滴米水 就真的呢 很多個成語的 譬如說 有一個成語 大家不是很容易聽到的 現在少用了 叫沒有病傘 沒有的病的傘 沒有病的傘 怎麼樣呢 要是呢 就沒有得渣 沒有渣辣咯 沒有病 要是呢 就撐開了 死撐著 就為之沒有病傘 死撐 撐開了 不用病 就撐開了 所以呢 也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如果說到 另外一個 成語是說到 或者言語是說到植物的呢 就很多的傘都用 叫做 刀仔鋸大樹 那些人都希望呢 用一把很小的刀仔 就能夠呢 鋸開一個 或者鋸斷一個 大樹 一把大樹 大樹幹 其實呢 這個是一個夢想 為什麼傘會通常 是用這個說話呢 它是用 希望用很小的本錢 很大的幸運 而呢 贏到很大份 的利益 就為之刀仔鋸大樹 希望這樣 但是呢 奉獻一句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想像 或者是只不過是一個呢 自我安慰 自我感覺良好的 思考 一絲上 實際上呢 是很困難的 一把刀仔 又怎樣可以呢 試到 鋸到一棵大樹下來呢 是不可能的 好了 今天呢 如是我文呢 講完這麼多詩 中間呢 有很多斷了呢 希望呢 肥仔呢 能夠切回他 我們呢 這個禮拜呢 仍然有 禁失不禁如 我和呂王做的 而呢 我和呂王已經分了家 我呢 就做如是我文 他呢 就做這個生同感受 是講一些很有益 的生活 的衛生 或者醫學上的常識 我呢 就蠟雜雜 講一下 一些 譬如說今天的 廣東話的 港府話的 鐵樓語 俗語 尼語 這樣 增加大家呢 一些 生活的興趣 也很多謝各位呢 本場收睇 下個禮拜 同樣時間呢 我們再繼續講 香港 廣州 港府 很多生動的鐵樓語 是呢 值得我們呢 了解 還有呢 欣賞的 好的 多謝各位 拜拜